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杜彦 杜彦 容天彭和潘顿过往合作成绩很好 但今季也要来到合作第13次 才赢马, 今晚赢了一匹飞鱼步 五彭志连赢下去 由11月5日开始赢马 已经连赢了12期赛事 跑完国际赛之后 今晚在快活谷又有9场赛事上演 大战过后今晚的戏马是怎样呢 好像也是早段长次就有点难度 但是后面那几场都给大家一些温暖 通常都是这样的 头那两场当然是五班 也很多不是很厉害的马 未来两场当然是高班 高班的马当然是比较根据 经常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被重奏轻 还有跑道今晚未必能帮到大家太多 他又不是收拾内档 放头一定可以 好像内中外都有 所以头那几场又小均力敌 范围又阔 选择马难一点就没办法了 不过无论你的场地怎样 马又怎样 五鹏志都照样交到好成绩 那里才是很厉害的 其实也不容易 要这样继续追连赢下去的记录都挺厉害的 即是赢得十二期 以练马斯来说是挺难的 挺难的 但他又做得到 今晚呢 说了五鹏志就继续有马赢了 其他的奇连又怎样呢 看看了 一开球就田太安伟达就赢了 田太安今晚成绩都很好 起了马 另外一个起马的骑士就是麦道朗 在练马斯方面 方家柏今晚成绩都好 又是赢了两场 至于有的奇连 可能近期少些赢马 罗夫泉和蔡明啸 上一次都应该是十一月中赢马 今晚攜手有马赢 打破门局 今晚高东尼的马有些失望 最初那些练马斯王很热 没什么见到他的马 浩然刚才也说过 今晚的赛道其实内中外都有 是的 后带上来的也有 外碟 不过真的很有趣 现在的法学谷是贴难 在内南没有什么好处 很多马其实都是喜欢走出去中档 你见到今晚比较多的头马 其实都是在跑道中碟的位置 那里赢得到 真是很能够利用今晚的B跑道 其实有些马都跑得很出 好了 不如马上去看看头场赛事 第一场是五班一千米 低班赛五班一千米 出马还要不满额 11匹 起步的时候出得快点 在外当那边 钻石宝宝就快点 中间有万事有 内当开心马 这只刚刚上次赢了马 然后这只神行百变 今次起步也挺快 接着出来是特攻 热得很重要的马 外当有龙之威 在他们后面威望喜喜利高 接着一路骑着那只大幅缩程的飞跃海船 尾尾位置是勇冠群鹰 包美六三那匹超劲日子 转阳磨远弯的时候 前面的开心马 丹奇带到出来 鑽石宝宝就跟着他 上队是第三位神行百变 这段走得不错 反而万事有退退地要打 然后飞跃海舟的内当也走到上来 扔出外当特攻龙之威 再接着威望喜喜利高 包美那一队还是勇冠群鹰 以及摄了内当的超劲日子 入队后直到前面的开心马 这里卖了 鑽石宝宝走成两个几万位出来 神行百变点 能否捂上去都捂不到 反而外当有的马 捂上来就飞跃海船 最后一百米以上前面 开心马带到这里差不多了 飞跃海船伟大 这招真是杀手锏 大幅缩程又被他成功 飞跃海船赢 开心马第二 第三名鑽石宝宝 第四名威望 现在很多朋友经常说缩程赚级数 当然你缩程赚级数 你看他跟台湾组断多积极 现在来难百八千 没有打了几边 已经打了手 他当像拉斯般 你看 缩程当然不容易跟得到 你还要缩程到跑最短一千 所以他其实组断的积极 也是很关键的 打到六七边 跟着不太落后的位置 他不打边 应该在超劲日子的位置 你这里看到他走上来 他没有停过手舞 是停骑的 没有回过气的 一口气走回来 结果也赢了一点 演出得很好 缩程真的赚到级数 千二转一六五零 突然下来一千 不过伟达跑马地一千 缩程的成功率也不低 这次又让他成功了 上次又堵了下去 没有发挥过 看看分段时间 头段12秒54 第段21秒28 末段23秒26 总时间是57秒08 缩程真的赚到级数 很热的马 就是一只特工 发挥谷赛事 一只没赢过的马 最后也没有 比马王的 1.7倍 但没什么看 扔出去外面 没什么反应 开心马赢 抽个二档 放头 很好跑 没理由 开心马 我都觉得很奇怪 比身马还退飞 回来就有问连马斯 浩然说 对于马的操练 都满意 觉得他表现良佳 所以提供不到任何解释 这样书法 当然要试着合格 通过手衣检验才可以再办 其实他都不知道 比几次都赢不到 你这次还要加个眼罩 有时不知是何是福 来转配备 不是一定帮到 有时害到也不一定 未必能害到他 但一定没有帮到他 要看最后的名刺 是跑尾三华 这个眼罩也是 女士多 接着看第二场赛事 第二场都是五班场合 中距离1650米 没错 跑长一些路程的赛事 1650米 五班赛 起步的时候出得快一点 松草之王 其实入了杂州也不太规矩 不过是第一次出杂 很厉害 在内側是石师傅 然后铁栏那边是声祭精英 反而这怪素豪俠 有没有骑过手去带头 他有些捉住 带不了头 我当盖上他就奋斗传奇 然后帝豪宽星 热门放在内兰位置 也带着超醒神来二叠 接着还有满多福 麒麟 还有无敌精英 珍珠哥尾尔 包尾那一匹 起步为家 转到对面的时候 前面石师傅 拍着奋斗传奇放 铁栏第三个声祭精英 有少少抢口 二叠第四是松草之王 接着帝豪宽星 怪兽豪俠这个位置又要出三叠 想怎样呢 过几码位之后 超醒神 拍着奋斗满多福 麒麟已经尾四 无敌精英尾三 尾椅珍珠哥 包紧美 还是起步为家 上大石斜波段的时候 步速就不会快 石师傅放 都是慢放 首如第二位 怪兽豪俠在奋斗走上来 然后声祭精英 有些车前倒后 移过后 又骑两步走上来 又过了奋斗传奇 过几码位之后 第四是松草之王 帝豪宽星 见到终役都做好准备 上牙出去 再接着在后面 蹬了两蹬 就是满多福 扔出外档超醒神 无敌精英暂时温实 未期得住 扔出外档就有麒麟 尾椅珍珠哥 在内档上搏位 包紧美 仍是起步为家 打内反应一样 进入之后直路 前面怪兽豪俠 过了石师傅 过就过了 但你够不够力 捱到回来 内档有声祭精英 中间热门的帝豪宽星 走得适合 大便打内有 但内侧多了一只 满多福 还有百多米 前面帝豪宽星 可以赢回来 但不行 满多福上来 比他更厉害 他将第一名满多福 帝豪宽星 第三名无敌精英 第四名 结果是声祭精英 起步 蹬了一下 八度那只 很惨 那里夹一夹 蹬了一下 但之后 他又没有什么 去放 回来两件事说 其实应该都可以 骑回来放 他又没有这样做到 记得他今晚是一个 零分骑士 你也知道 他一没起来 今晚都想找他放大镜 也找不到 但他一这样骑 就等于投降 那马要放 其实蹬了一下 都可以去放 我自己觉得 其实起步那里蹬 再受害多一点 就是现在 赢得了 满多福 那里他也检查得很重要 不过他又可以 顺着 在内篮那里走前些 声祭精英 就有些抢口 其实 归初的试习 波勾 今天有个一档 不波 但早点有些抢口 僵口都不太好 无敌精英 留下了 刚刚上星期 他摆得比较前些 他赚了万步速 都赢不到 今天他可用另一个跑法 这枝真是厉害 这枝是铁马 这枝是尾三 更要这么灵活 有很好的体力 怎么跑都可以 跑得就是那枝很厉害 《松草之王》又怎样呢 起步那时就是 其实他也在摔摔 但刚刚好 但一开门他就摔了出来 他又变成了武漫杂 但武漫杂之下 直路骑下去 可以 一样的 可以 左手边 这边再打多一下 再推一下 看大问题是没有的 有机会是第四 因为拍照 书院而已 就是看这张照片 第四名 现在就是星仔精英 分调时间头短 就是28秒18 第24秒52 第3至24秒18 末段 总时间1分41秒15 挺特别 我们刚才说的 《松草之王》 其实看上去就没问题 又不是很离谱的 我自己觉得有很多 有很多离谱的 有很多离谱的 很多的 但反而有问 是的 还要说的就是 问潘顿 他说 因为用正手打鞭的时候 觉得没有反应 所以他在100米柱的时候 就改用反手握鞭 其后就继续尽力 全力吹刹在旗 小组就说 但虽然都接纳他在100米柱的时候 改变这个握鞭的方法 即是正手转反手 但仍然都告诡 潘顿就说 在情况许可之下 在趋近终点的时候 所以确保全力吹刹坐骑 那就是有反应 不只马有反应 小组有反应 外面也有反应 外面也有反应 这场就 问问也好 警告也好 但这场就不太离谱 我觉得 是否全力都不敢说 有时真是半力 都看到他在200米柱的位置 其实他也正手打了很多次 马就不是很快 还有他打完之后 他也有推 推完之后再打了一边 不过如果大家看惯 当然是连环打比较好 这场是一个现象 尤其始终冠军骑士这座 其实这么多人追捧 当然是 好了 我们先聊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再说第三场